来啊 免费的不养方 冷酥酥的天气 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品 暖手又暖心 不过花钱进补就要吃得对 有中医诊所就搭配当归 穿穹等多种药材 再加上洋奶头和乌腹子做药饮 有助身体调养洋气 就是干干的 很好喝 喝下去之后的感觉 身体觉得怎么样 很舒服 很舒服 很好喝的 暖暖的这样 对啊 而且那个肉也是蛮好吃的 把洋气浮生上来 那所以它在中医的方面 它针对气虚 血虚 或是洋虚的部分是非常合适 特别有配两种草药的洋奶头 那草药的洋奶头 它本身有健胃 还有固肾的作用 然后我们里面也会加 一个一味药叫乌腹脂 污腹脂它本身就是可以 回洋救腻 针对这两个药饮的话 它可以促进它药物的疗效 其实人的身体是跟着大自然在运行 春生下涨秋收冬藏 会让来年的精气神都饱足 九成立春之前将洋气调养好 而除了服用中药方之外 民众也可以透过穴道的按压 帮忙气血运行 加强药物的疗效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的手腕附近部分的内观穴 或者是在小腿的上巨须穴 或是在公孙穴 这些穴位 甚至是脚底有一个涌泉穴 这些穴道的按摩 再加上药物的话 效果会更好 虽然服养方鼠温补 但也提醒民众 还是要经过医师 以体质调配药方 另外如果有感冒发烧 喉咙痛 或是器官发炎时 都不适合服用 以免补生不成 反伤生 记者唯一听一台证损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